丰田Crown Crossover,皇冠传奇在线台湾 引发话题的全新世代Toyota Crown Crossover 已在台湾街头被人发现正在进行马路测试 台湾总代理核泰汽车原本预计在2022年导入 但因受到原厂产能影响 将在2023年3月底前 会有车架以及车型编程的进一步消息 目前已得知台湾上市的版本 不会一口气让Crossover, Sport,Sidan与State四种车型全部登台 而是先引进类似近期相当流行 宛如跑车化SUV 踩圆弧车顶搭配大鞋被设计的Crossover车型 而在动力配置上 预计将引进2.5升油电与2.4升涡轮油电两款车型 预计高性能2.4涡轮油电动力顶规车型 车价将突破200万 是否与Lexus市场出现重叠 也引发外界关注 而在引进台湾车型的外观部分 预计顶规车型搭载21寸双色切削旅圈 加上全新四眼式矩阵头灯 搭配贯穿式尾灯组以及大面积黑色式版 打造相当独特的双色外观 内装部分搭载双12.3寸荧幕 同时加上抬头显示器 JBL音响以及通风加热座椅 动力部分顶规的2.4升涡轮油电车型 最大宗效马力达到349匹 搭载E4 Advance进阶四驱系统 平均油耗则可以达到每公升行驶15.7公里 日产X-Trail E-Power 不用充电的电动车 近来超热销的新车 当属搭载全新E-Power动力的大改款Nissan X-Trail车型 确定在2023年2月14日当天正式上市 目前预计单已经突破千张 首年600辆配额已传出完售 预售价为151.9万 选配双色外观是153.9万 双色外观加鸵色内装车价则是155.9万 特别的是Nissan X-Trail E-Power强大不用充电的电动车 不同于传统油电车 而是全新电油车概念 相较于油电车 引擎只负责发电而不直接驱动 等于是自带发电机完全免充电 只需要用油发电的电动车 驱动轮胎的是马达 引擎可以以最高效率运转发电 优点是能享受电动车的瞬间加速快感 却不用真的到充电站去排队 台湾引进的Nissan X-Trail E-Power全数从日本进口 严格来说外观改款幅度 虽然追随家族化设计 但改变就不如动力系统来得大 内装部分采用双12.3寸萤幕 搭载抬头显示器 手机无线充电 Bose 音响 双前座电动可调 三驱恒温空调以及AVM环景显影 动力部分1.5升 三缸涡轮引擎当成发电机使用 单马达版本可输出201匹最大马力 双马达可额外增加134匹马力 并配置电子四驱系统 本田Civic E-Hub 台湾本田魂永远不灭 不同于前两款属于跨界或是休旅车 正式回归台湾的第11代Honda Civic 则是车迷最熟悉的先辈车型 台湾则引进单一油电车型 确定将在2023年2月23日举行预赏会 国内从2016年停产第9代Honda Civic后 整整跳过了第10代Civic整个车系 总算第11代Honda Civic正式回归 但不同于过去的动力设定 这次引进的则是最新的Honda Civic E-Hub 同样也是无需充电的电动车概念 2.0升直喷汽油引擎拿来当成发电机使用 不直接驱动轮胎 而是用双马达来当成真正动力 预料将拥有184匹马力 以及32.2公斤米扭力 车价预估将达到新台币130万到140万 最高150万以内 也成为国内上市最省油 但价格也最高的Honda Civic车型 中天严选商品真的是很赞 我告诉你我自己的年终奖金都花了不少 全部都是在中天快点购来选购的 而记得如果要很棒很赞的优惠的话 记得要输入素人士这首小猪 CTI555的代码才能够有非常棒的折扣喔 真的啦 买了啦 中天快能够赶快上去买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